到底什么样的狗才会让女主人给它用上电击项圈呢 仅仅是因为它会扑向陌生人 或者性格特别倔强 咬住玩具就不松口吗 据女主人说 家里养了两只贵宾犬 一只叫萨朗 今年五岁 一只叫伯里 今年两岁 在萨朗三岁的时候 差点被卖进狗场区 女主人把他救了下来 就此成为了一家人 但慢慢的 他却表现出攻击人的倾向 当有陌生人或小孩子来家里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攻击型 甚至女主人也经常被咬 当女主人的脸和鼻子被咬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给节目组写了信 当工作人员来到家里的时候 萨朗冲了过去 大叫不止 威胁的意味不明而喻 不得不说 摄影师的工作也不好做 还得经常受到狗狗的威胁吼叫 因为萨朗总是成熟的叫 他们不得不多次搬家 但还是经常收到邻居们的投诉 让他们头疼不已 当女主人拿萨朗的玩具给博里玩的时候 他会突然跳过来 把玩具咬住 一直不松口 即使女主人把他拽起来腾空 他也绝不妥协 这让训犬是大为惊讶 他还没见过贵宾犬有这么降肿的 反倒是比特犬会这么做 因为太多人投诉狗狗一直叫的问题 女主人不得不给他们带上电击项圈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真的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当主人出门之后 狗狗们听见外面有走路的声音 还是会跑向门口 但是他们很聪明 会降低自己的声音 这样就不会触发项圈的开关了 主持人来了之后 他让女主人抱着玻璃先回到屋子里去 留下萨朗在客厅里对他进行观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主人不在的缘故 他叫的并没有那么大声了 训犬是让主持人轻声细语地对他说话 表扬他 奇怪的是他反倒是不叫了 很乖巧 当女主人出来后 训犬是让他对萨朗进行格挡 不要回应他的行为 几次之后 等他再叫萨朗过来的时候 他却开始不回应女主人的任何指令了 训犬是有种直觉 感觉女主人经常会责骂萨朗 没想到主持人一问 还真是这样 当女主人给萨朗套上牵引绳之后 萨朗开始阵阵低吼起来 女主人也不敢强行拿起 训犬是说此时的萨朗很害怕 他抱住牵引绳 发出低吼 只是想让大家不要靠近他 再保护自己而已 当将训犬是上场后 他让女主人抱着玻璃回到房间里 留下萨朗开始今天的训练 在训犬是气场的压制下 加上女主人又不在场 萨朗似乎变得乖巧起来了 训犬是说其实贵兵犬都是比较温顺的 所以他的训练方式也比较温柔 他一直用身体挡住萨朗 把他挤到角落里 训犬是猜他可能被人用手打过很多次 所以用肘部和身体对他格挡 这样能降低被咬的可能性 而此时的萨朗也没有大叫或者攻击 反倒是静静地趴倒在地 之后 即使萨朗被抱起来 或者被放在高处 他也没有表现出暴躁不安 萨朗的反差让训犬是心中变得不那么平静 女主人也说了 是丈夫经常会用手打萨朗 因为他看见女主人被咬得很严重 他很愤怒 而狗狗经常会因为一点小动静 就一惊一乍的 也是因为长期挨打 又带着电击项圈 导致他变得异常的敏感 女主人说因为萨朗曾经被遗弃过 所以他始终很不下心来严厉地训练他 训犬师却表示萨朗现在已经被你们领养 不再是被遗弃的了 所以也应该按照正常对待狗的方式去训练他 当你给他制定规则 好好训练他之后 他也可以变得像现在一样平静 训犬师说 当狗狗觉得主人不是合格的主人时 他们会变得焦虑起来 甚至会反科为主 让自己成为主人 当他们认为有人在房间里来回走是一个问题时 他们会通过大叫或者攻击来阻止他 这是他认为的解决办法 当女主人牵着萨朗出去散步的时候 他经常会随机攻击一名路人 而女主人的做法就是赶紧拉住他 然后向路人道歉 转头就匆匆离开 训犬师却说这不是个好方法 主人应该做的是 提前跟邻居和周围人打个招呼 表现得比较放松热情 这样萨朗会认为主人很开心 他也就会放松下来 不那么具有攻击性了 每次遛完狗回家后 一般主人都是直接松开绳子 自己休息去 但其实还有更好的做法 因为这里也是狗狗的家 回家后 可以先牵着绳子带着他在屋里绕一圈 这时狗狗会闻一闻 看看屋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之后狗子也会变得放松下来的 当主持人再度登门的时候 萨朗又开始大叫了起来 训犬师说 既然你们无法再搬家 就要想出解决办法 他告诉女主人一只手拉紧牵引绳 另一只手按住屁股 示意她坐下 安静下来 反复训练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但跟频繁的搬家比起来 这也算不上什么了 好在最后萨朗也熟悉了这套规则 开始接纳她了 最后 女主人也表示不会再用电击项圈了 她通过将训犬师 也知道如何正确地训练萨朗了 训犬师说 她曾经也用过电击项圈去训练狗狗 她知道这是多么残忍的一种方式 所以 面对不同问题的发生 不要马上想着用极端的方式解决 如何寻到正确的训练方式才是最重要的